地藏本院杜众生 因果轮回不灭 欢迎收看地藏经说因果 大智杜论中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所谓慈者同与喜乐因果故 悲者同拔忧苦因果故 佛教提倡修行人要落实慈悲心 而不是爱心 因为世间的爱往往带有自私的欲望 对人事物含有贪求、执着、不舍的成分 所以不够亲近 而慈悲心是建立在具备理智情感的基础上 会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 愿意无条件地带给对方快乐 替贵方拔除苦难 能够这样修慈悲 累积的福德 定能在福田中开花结果 空主有一个客户 有一天他在客户外面的骚托车 突然来一个客户 说他自己有要素要请教 这个客户知道 这个骚托车的人就是空主的客户 他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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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我的问题不需要麻烦控制 你应该就可以回答 我要问的是 这一年到底有几个规则 客户心想来想 这种问题还有需要问吗 他回答 当然是 春、夏、秋、冬、中、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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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客户竟然有头说 不对 一年只有三季 这些 我学生听到闻起 感觉自己对着怪人 所以不断求情客户 客户不敢思慮 坚持他自己是对的 就这样 你一言 我一句 两个人插不耍 也是插不出大 他们就决定要去问空主 当时 也稍微 如果是 素质的位 客户要用客户 搁三粒头 如果说 到晚上是三季 就要用客户 让客户搁三粒头 所以 客户免兴兴的毛孙 跟客户做过来到 空主的面前 空主听完 看客户一段 回答说 一年有三季 客户听完 怕到有没有弄起 可是 他又不敢当民这闻空主 只好乖乖 按照柔定 向客户搁三粒头 等到客户离开了后 客户问空主 老师 一年明明就有素贵 你为什么要说是三季 空主 慢慢淡定回答 你感觉 没有看到那些人 他全身躯都是历史的妈 他就是马车 马车在春天出生 秋天他就失望 将来都没有看过冬天 主人 他的认为 世界上只有三季 像这种人 不必要教他够精便 因为 说也说不通 也不如 學到主比不正 不然 为到别人的剩下 让自己想起 再来说一个故事 第一个 您来您的客户 有一个中人 男主 带三个小孩 在担车 男主 头来来 行李大包小包 放免半百的鱼 让其他担车的身体 没办法坐下来 休息 而且 他的三个小孩 十八百 不但直接穿鱼 站在鱼顶上 好想拆来拆去 在鱼顶上 楼下很多鱼顶 插路的声音 也让只有一个人 渐渐没办法再念想 有一位夫人看不下去 相手插在鱼 对男主播完说 你敢不想过祖师 自己承担鱼顶 不让别人坐 也认为小孩 在公共中夹擦擦擦擦擦 你敢不知 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到其他人吗 男主听完 押起头 把酒穿完会丝 他说 真对不起 是我的所谓 真抱歉 他的妈妈 刚才这么过心 我是从病院里出来 我只是死心 在定位人听到 便得非常安静 我来的不晚 也在瞬间消息 我们做人 恰恰想到 要无力 尽口地 所以不记得 要够一点滑鼻 不记得够去 体力 他人 问题是 让你整夜 有个如何 欢呼 喝一口 喝一口 退一口 别咬人家 就是 对自己 人生在世 很多时候 就算我们真的 站在有理的一方 也不一定 非要事事 都真个明白透彻 变个清楚分明 更何况 有些事 有些因缘 并不如我们表面所见 其背后 常常都有着 不为人知的一面 因此 我们要学会不与人真 不耗强辩 懂得让自心 多从谅解的角度出发 体会别人的处境和困难 忍住即将升起的撑怒 这也是在修慈悲 让难题有转环的空间 不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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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世纪 日本的一休 中旬想书 他送来 以从名 过人门名 各人 少数 将来都没输 过 但是 有一个母书 他不相信 就来找他挑战 这名母书 从水里里面 捏一只鱼 鱼 掛在手中 然后 将一休 三叔 收拾 这条鱼 究竟是死的 也是我的 有事 心里想 三叔 如果说 鱼是死的 我就将手放开 小叔 他说 鱼是我的 我就 出力 将鱼等死 从名的一休 三叔 他哪会不知道 母书 心里所想的 所以 他就回答 这条鱼是死的 母书 听到 马上 将手放开 哈哈 台湊说 三叔 你死了 这条鱼是我的 虽然 母书将鱼 中心 放在水里面 鱼一粒水 巴胸就收走开 这条鱼 这条鱼 相手 驾向前 看到水中 煮菜 油油的鱼 他笑笑 心情丹定说 我虽然死去 但是 为这只鱼 担来生肌 死去 有何方 母书听完 他的来心 感觉很沾河 当下 就会 一生肖酸 参加 凡夫 恰恰为 世修的利益 跟民主 奥国众生的死亡 一定 要坐你死亡亡 可是 坐来坐去 死了后 开始 一堆的白骨 万般 走不走 既然这样 为何不要好发 一生肖酸 不仅思虑 只管 无所为众生 尽力 人生的输赢 很难续下定论 财富的多寡 名神的高低 乃至全世的强弱 佛法告诉我们 世间的一切 都是纯住坏灭 都是苦空无常 除了开悟成道的圣者 其他浮沉在五欲苦海中的众生 都是输家 更进一步来说 既然世事无常 那又哪来的输赢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 效法一修禅师 广修慈悲心 给人欢喜 助人离苦 不去聚焦 世间的输赢 才是解脱之道 请不吝点赞 东代歌声妈祖得一声书 是山中 六祖汇联的债床地主 苏性 南俱怀僧山书 他的忙下地主如魂 英才八尺 很多人 日后都生为一方种族 動化无所重生 当中最后生命的有三人 他们合称 红酒门下三大书 分别是 創立百条清贵的百条怀害像书 建成第一像书的义法 继续领导红酒中的 生动既种像书 以及 今天你讲书的主角 享有独超无味的医名的南转普丸山寿 有一天在南转山寿 主食的生意里面 不知道在哪里 找来一只鸟 当栽两边的生种 看这只鸟很可愛 先出门心 就好想想要吃这只鸟 两边的生人 为这只鸟擦不停 当边的生人真有理由 这只鸟最早是当当的人发现的 应该要整个当当的所有 生长的生人听完非常不好 对着火墙 不是 这只鸟后来价位来到生长 所以应该要整个生长 原本应该清真重严的是 生人为了一只鸟 擦到天荒地乎不可开构 这件事 怕冬到南转山寿 山寿交集专写生人 严格对大家说 你们市场只要有一个人 可以联合出护法的台语 可以说出什么叫护法 什么喜欢 也就是何位祖师生来丁丁 我就聊过这只鸟 但是 如果没有人说得出来 我就要把这只鸟沾掉 并且 南转山寿等半天 一问再问 也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南转山寿命令人 拆桌子来 当中中鸟沾山 大家在看我 我看你 不敢说什么 没多久 南转山寿的大地主 当中鸟沾山寿 对外地参加回来 南转山寿就像这件事 完全对他说 南转山寿听完 一句话都没说 他将鸟河放下来 放在头上 怕去南转山寿的山榜 这个时尊 南转山寿感慨说 只可惜 南转山寿当时没在现状 如果没有 他的边边 大致处理的方式 已经连着边 这些年了 也能得到过一件 一部记载万物众生 生老病死的过程 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 和诸佛菩萨的见证 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是佛说的遗嘱 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 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 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 画波账号42274784 护明十方法界基金会 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 证悟成道 他所证悟的真理是缘起 缘起就是世间一切存有的事物 都是因缘所成 没有实在的自信可言 这种诸法自信了不可得的特质 就称为空 因此 空可以说是最接近诸法实相的名词 然而一般人不了解空的意义 以为佛教是消极必逝的宗教 事实上 空蕴含无限 真空才能生妙有 空不是无 而是要我们大破大力 空去一切有无对待 空去一切差别观念 甚至连知这个空也要空去 我们心怀足备 很努力 并上行保湿 受饮料 以方便身体的方式 自动度人 都可以背得好电 除了这样 还要收拾情侣 知识混乎的梦念 让心不像亚伯的一样 随意到处去盘缘 这一步 每天专注一处 不散乱的状态 开发泡泡泡泡 情侣最高的境界 是可以让主心不安住在一处 而且心中没有接着烦恼 这样就能超过一切的状态 譬如说 当时有一位法师 名叫做第三专专 虽然专业律众 但是对正通其他国中国家的经典 也非常均通 尤其是在 金刚破烈破烈未经上面 发烈破烈未经的江湖 每一处对人专专时 总是可以在园董菜 让第三发烈自得以免 大家摇到它发烈的 俗家小时 酒 为它赫一个酒金公的美名 当时 三文的十五和十五资争 在南北两方 竞争真极烈 因为北方人的第三发烈 它一向对南方的三客 感到难以认同 所以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 说到这些事情 发烈都没有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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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 南方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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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里面是什么东西 第三发烈 表情真几乎 回答 是 清隆 思想 是我为 健康 破烈 没有未经 所做的主体 阿洞 听发烈 说 欢忘 叔叔 你可以说 是 研究,健康,健康,健康 的行驾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你 你若是 回答不出来 我就发心 局用你点心 你若是 回答不出来 真的很合理 就要请你 趁近你开吃 第三大师 他的心理很高兴 他想说我最爱专业的就是金光经 其中的经过疑你 不知道专业过几回 譬如你一个阿婆 哪有办法考虑我 法叔说这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做你问 阿婆相手香到热拼到点心 够到第三法叔的面前 慢慢问说 在金光经中有一句话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知道大叔你现在 要点的是对一个心 我们每天睁开眼 快乐是一天 我快乐也是一天 那么为什么要坐茧自幅 不愿斩断烦恼执着 让自己活在痛苦中呢 为什么不把握当下 珍惜眼前所有 积极地行善基福 能够明白 人生无常的道理 无论过去心 现在心还是未来心 都是念念不住 刹那生灭 因此 我们要做的是超脱五日六成 断除一切烦恼挂碍 因无所住而生起心 第三大叔有没有想过 一个外表看守边缓无计的阿婆 竟然会提出这般努力的问题 他整个人都在那里 很久都说不出话 心里感觉赞口又懊恼 只好渐渐搭起 以他的轻隆思潮 暗恼离开 经过这家的故事 第三大叔不敢再倾施 想问中人 然后 他来到欧南 有一个轻隆的内容 龙潭 重新大叔的道德 在龙潭三叔的做下 前心参恶 有一天晚上 第三大叔 随时在龙潭三叔的心臂 龙潭三叔因为牙齿嘛 就要第三大叔相当于休眠 哪里知道 大叔只驾出门 就因为外面太过夜 退到转 在这个时刻 龙潭三叔点几个蜜蜜 提供第三大叔 第三大叔 春秋来就要吃 龙潭三叔 马上将蜜蜜蜜蜜蜜蜜 第三大叔 也在东西开午 开会到三发本意 五岁的第三大叔 将于手下的青龙书潮 都做饭美的字 标识自己已经免购了 四天的文理学文 是无法探求真如属上的妙地 立后 第三大叔 但是老在欧南算缓 以棒大风险 接应核林 将生生蒙一带革星 想要培植福田 想要培植福田 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课 就是修静律 静律 用比较常见的说法 就是禅 用一句话来概括 是独一静处 专精之为 一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 坐下来 放松自己的身心 慢慢的就能伸出智慧 将复杂的问题 仔细考虑清楚 把每件事都处理的紧紧有条 这正是禅修的法义 感谢您的收看 《地藏经说因果》 我们下次再见 意思 请不吝点赞